郭文貴先生 這種感覺 你說像這種感覺 我想說 這樣子對不對 我搭上去之後 我找一隻 有點像這個顏色的 好像這種感覺 去把它放在這個上面 當小經理小仙子那種感覺 插底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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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對對 插一片 對 不知道說你選擇搭配的餐廳 貼紙花是以顏色相比的餐廳比較貼 也要製造那種比較復古的感覺 所以選擇顏色很重要 對對對 這類似當成蝴蝶的感覺 這樣子就對了 所以就是你可能就是決定 你用哪一張紙 可是我建議你用花類的東西 這張也可以 這個小東西可以 對 這個是可以 這個是因為 這張看起來漂亮 我是覺得這樣有點可惜 這個盤子 這個效果 那麻煩你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樣子的情形 用海綿跟這個筆 你先弄一點水給我 對 我們就是要先選完紙之後才知道它的 配體的顏色要做什麼樣的效果 還有比如說我們做復古效果還是浪漫的效果 都有要去取決這個 因為紙的關係這樣子 對 對 當然是 這有什麼樣的餐衣 在呈現 看它喜歡的都可以 花類的也可以 它只是可能 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幅畫的東西也是可以做 所以就是看你要怎麼做 你可以把它當展示品這樣放著也可以 你要當實用性還是做 就是裝飾性也都可以 對 所以大面積比較好處理 呃 不一定 對 是不一定的 是的 在那裡 我們可以做的 來自行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